请教慕华哥手上有鸿海的人 继续报吗 我觉得应该是继续报 因为鸿海确实这个机器比较低 而且这一次的法说会 所公布出来去年的整个EPS 确实很亮眼 而且是三绿三生的一个状况 另外外资估14到15块钱 我觉得也不夸张 因为它去年EPS已经超过10块 那今年因为有这个AI加持 而且它AI的这个订单增长率 是非常惊人 达到超过百分之百的一个情况 三位数以上啦 对目前鸿海可能才刚拉出了 一个底型之后的红棒 那有鸿海的人当然这边不急的卖 不过我觉得还是最主要看外资的动向 如果外资一直买超鸿海的话 当然你就不用担心 可是如果外资开始 出现连续三天卖超鸿海的话 你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因为毕竟鸿海就是外资拱上来的嘛 外资开始出现出货的话 可能他们也觉得目标价差不多到了 所以我觉得观察外资的筹码动态 会是你在鸿海股票上进出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好